作为全球移动通信领域最大的技术展会之一 2024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于2月26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展会以未来先行为主题 聚焦超越5G 万物互联 AI人性化 数字制造 颠覆规则 数字基因等六大主题 是近年来线下规模最大的一届科技盛会 有2400多家参展企业 超过10万人注册参会 本次大会中国通信力量的强势参与成为一大亮点 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信科 华为 熊耀 中信通讯 在内的30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 带来最新技术和产品展示 彰显中国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强大创新实力 还有一家中国企业虽是首次参展 却已连续8年成为光通信行业的世界第一 是不折不扣的行业领先者 这就是长飞光纤光蓝股份有限公司 各位央视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长飞光纤光蓝股份有限公司的 执行董事兼总裁装单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央视网的大国展会 那么我现在站在什么地方呢 站在著名的这个八展MWC2024八展的这个现场 那么我们八展是我们行业全球最高水平 参加人数最多这么一个通讯界的一个盛世的一个展会 那么我们在这次展会上面呢 长飞也带来了大量的我们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给我们全球的用户 那么现在给大家介绍呢 是我们长飞的带来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预制棒 那么这个预制棒呢 应该是不是代表了我们全球的预制棒 光纤光蓝行业的最高水平 这个预制棒的这个尺寸呢 从它的直径是230毫米 长度的大概是3米左右 那么这个预制棒呢 它能够拉出1万公里的光纤 在预制棒方面 长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绩 就在于我们是唯一一家同时掌握 PCVD VAD和OVD 三种预制棒自备技术的公司 我们也把全球的最大尺寸的预制棒 也带到了巴塞罗拉的现场 这些现场的观众看到以后 还是非常的震撼 应该来说呢 这个预制棒也是我们这一次的MWC 八展常威展台的这个正馆之宝 所以呢在这里 跟大家去做隆重的推荐和介绍 那么下面呢 请大家跟着我呢 来镜头来看我们的下一代的光纤 大家知道啊 这个本次的展会 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是 人工智能就是AI 那么人工智能AI 它非常好的光纤的解决的方案 也是常非我们最近这几年 一直在研发 在投入在推出的 叫空心光纤 空心的反协证光纤 那么这个光纤 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这个光纤里面是 叫HoloCore 是真空的 它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它能够激光在里面传输的速度 已接近每秒30万公里 比现有的传输速度 要更快 那么更低实业 那么在我们现在非常火的 AI大模型这个背景下面 我们这种光纤 能够很好的实现 AI大模型的 这个中间需要的快速运送 然后大容量的运送 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为满足数字经济 AI发展的需要 常飞公司积极研发 下一代新型光纤 实现国内领先 并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此次展会上 常飞公司展示的 空分附用光纤 空心光纤等新型光纤产品 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的观众 这些是一种光纤的光纤 这些是一种光纤的光纤 外面是一种光纤的光纤 内面是光纤的光纤 因为光纤的光纤 能达到更快 在L和光纤的光纤 哪些商品和解释 您最多在我们的博物室里面 新的,當然是HALO-Cable 我沒想到,怎麼會變成後來 但我明白,它仍然是在發展 但你一定是很遠在技術上 它是非常現代 我希望這會帶來 新年代的Cable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我们常飞的一些新型的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AOC 就是有缘的光来 因为呢 我们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面 在宽带上面 我们看网络电视 那么这个高清的电视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 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 所有的大屏 对清晰度有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8K的HDMI 那么这是8K的 都是光纤在里面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它是在你的中端 和你的传输的盒子之间 是击插击用的 那么光纤传输 能够很好的去解决 我们在信号传输中间的 更高的速度 这个更大的带宽 和更高的清晰度 这个VR的眼镜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缘的光缆AOC 能够实现什么 在你的这个整个展示的过程中间 更高的清晰度 它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你悬晕的感觉 整个的体验 非常的好 非常的真实 所以呢这个今天呢 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常飞 我们在为数字世界 提供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产品 最新的一些技术 这些最新的产品 最新的技术 跟常飞都是息息相关的 参与国际展会 是中国公司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有力途径 在通向全球第一的道路上 常飞公司 已经走过了36年的积累 常飞呢 其实是1988年成立了 寓意就是 长江边的费力 是预计用常飞的 整个光纤光缆的能力 去解决我们国家的 在当时的电信的需要 这个是当时常飞成立的 一个基本的背景 常飞呢 我觉得是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大概是1988年成立 到2000年左右 中国通讯大发展 在那个过程中间 行业内耳熟能详 就是八中八横的干线的建设 这个是奠定了 现在的中国的通讯网络 宽带网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应该说常飞做出了 非常大的贡献 因为第一根商用的光线 是常飞公司 在我们这里产出的 其实是解决了一个常飞 我们从无到有 中国的光线 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二个阶段呢 我觉得从2000年到2011年 成立了我们自己的研发部 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技术 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有了研发以后 那么就开始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和创新了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从2011年12年开始到今天 有了我们的这个技术 逐步从过去的跟随 到后面的并跑 到现在部分的临跑的这个过程 这是常飞大概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科技创新呢 这个始终我觉得啊 这个是常飞 我们这个过去35年 36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我们的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我们把每年的销售收入5%以上 用来做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经过35年 36到6年的发展 常飞现在已经成长成为 全球最大的玉子棒光纤光缆的企业 我们从中国的第一 成长成为亚洲的第一 我们从2016年开始 成为行业的全球的第一 那么16年 16171819 20212223 我们实际上是连续8年 是行业的这个全球第一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常飞的这么一个市场地位 常飞呢 其实我们大概在 2013年开始 做我们的国际化的战略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信息传输 和智慧临界领域的领导者 一个方向就是技术 你既然是领导者 一定是在技术方面的领导者 这个非常重要 那实际上这一次发展上面 我们也展出了很多的 应该说在我们的行业的领域里面的 全球领先的这些技术的成果 这一点我想常飞会长期的坚持 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市场 我们成为领导者 那我们就要倾听客户的声音 那么通过巴展这个平台 通过很多其他的平台 跟客户交流 我们了解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哪些方面能够跟客户创造价值 带来价值 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就是 还要在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个方面的去做这个领导者 包括我们这次在巴展上面 听到了很多的我们的欧洲的本地的客户 他对你的绿色呀环保啊 这个碳排放啊都提多了更高的这些要求 所以最终这个方面来讲呢 我们是要实现这几个方面的领导者 我觉得巴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双向的角落 300家左右的中国公司 参加了这次展会 这也是命连最多的 向这个世界 向我们这个行业去展示 我们中国公司在不同的方面 最新的就过去这几年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 产品的发展 解决方案的发展 第二个方面呢 当然也是深入地去理解和了解 我们国际市场 尤其是欧洲市场对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只有了解了这个充分的双向沟通以后 大家才能够去更好地去满足对方的这个需要 大家都觉得未来的这种交流一定会越来越深 可能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短暂的介绍 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 给产品的产品 例如温室的电脑 温室的电脑 温室的电脑 并且算出现 工程中级代码 我们的工程中级代码 我们的工程中级代码 工程中级代码 敏链 工程中级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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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会看到 这个系列的系列 是一个系列的系列 工程中级代码 用码工程中级代码 这些码工程中级代码 relative to the interactiveyd hardened 因为很多基地属 你素 España 使用核验高质 加不可猜全部markt 我们可以取行问题 不然我们方向费力 对我们的客户 箍不仅同化 从 precautions 溜水渲到浴温 在这些公司的公司中有很多空间的空间 我看到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公司 所以你会有什么印象的对 YOFC 我认为 YOFC是一家公司 它是很高兴的品牌 我们之前工作和他们工作 我们希望他们工作和他们在未来 希望他们在那里 那些公司你最喜欢的公司在这些公司的公司 即使MIN削鑽和機器 经历陷你可知 witnessed 故事根據吸引 YOFC歐系 wed居在ceu một moyens分析 直到胚貼 둘に向苗コミニcais 其他新式DN&MV和新式 Zenfurs 各樣的基礦 令我們兩 Seit时 我們 square byily成大 businesses OK 好,你第一次在MWC的表演如何? 很瘋狂,我走到这里,我看到这个座位, 你真的停下来,你再看一看,它就像一个游戏。 所以我们很高兴的YOFC, 我认为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首先第一个,这个到底是我们行业最头部的, 也是一流的这么一个行业的一个盛会。 我们这几天,基本上我们和我们的团队, 基本上都没坐下来过,基本上他们都在站着, 不断地去接待,包括政府的领导, 包括我们海外的客户,包括我们那些技术的合作方, 来的这个客商,领导各方面的这个level非常高, 各方面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 本届展会上,常飞公司除了现场丰富的产品展示外, 还举办了以光联未来为主题的全光连接新价值高峰论坛, 邀请重磅行业专家,重要客户,政府领导, 共同探讨全球光通信行业前沿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不欢迎来,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yofc to deliver a welcome speech.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the demand for faster, more reliable, and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has been paramount. Optical fiber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our digital society. As we look ahead,it is crucial to embrace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optical fiber technology in various sectors. Let us embrac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ore new horizons, exchange knowledge, and collectively pave the way for a future that is truly connected. So my job today is to convince you that there's a whole lot of new technologies coming up in photonics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which could change the way we do things. I just wanted to focus your attention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se fibers. and there are many applications where that would be a real real change. 常飞能够三十五六年能够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 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坚持了科技创新 不管行业的周期如何变化 我们始终坚持持续的生化去推动科技创新 第二条当然市场布局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这过去十年 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布局 应该说还是布局的比较快的 我们基本上每一两年就在海外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一个新的工厂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建设我们面对北美市场的墨西哥工厂 我们现在海外又为了收入的占比 按照我们去年前三季度也到了三分之一 不光是常飞应该这么找 我这个个人觉得中国公司也都应该走这个方向 就是深化国际市场的布局 我们要向世界一流的企业去奋斗 给我们整个社会去带来更多的新制生产 为这个行业为这个世界去带来新的贡献和新的价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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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